大家好,我叫李明佳,我从小关爱动物。 我十年前在上海领养一只狗。 它曾是送到当狗肉,而它的毛也将会变成廉价的毛皮。 让我不可思议的是,这会发生在时尚国际化的大上海。 所以我每次看到流浪狗,我都会把它带走。 我不仅是给它们一个家,而让它们脱离一个可怕的未来。 我每当看到我的狗,我就感觉很生气。 一个人怎能去伤害它,利用它的神奇部分。 与此同时,我的衣柜装满了动物成分桌的大衣外套和鞋子。 我没意识到这个矛盾。 但我的脑海里徘徊着一个问题,我为什么穿狐狸皮感觉很美? 但是一想到狗帽心情周小,终于有一天真相大白。 当我用心了眼神去看我的昂贵大衣,我尽量看到被剥皮的动物。 一旦你看见了,就不能射而不见。 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关爱动物,但是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好像失去爱心和同情心很大一部分。 就用一件大衣来说吧。 漂亮,时尚,明星穿的大衣。 我如果说是狗帽,你还会觉得漂亮吗? 你还会想买吗? 可是,如果说是水雕,那我们都没问题了。 实际上,狗,水雕和好字同哭的时候都是一样的。 所以我们的状态比较矛盾。 为了了结真相,我们需要教育自己。 新东亚洲调查现实,20%的人甚至不知道它们穿的皮帽是来自一个活生生回呼吸的动物。 我以前有一件毛皮大衣,打着时候买的。 我当时想,没关系,它们已经死了。 但我那时候还不懂,因为我的消费,很多动物为我收苦和死亡。 我那时很无知。 今天让我解开真相吧。 皮操行业是一个价值400亿美元的产业。 每年有一只动物食以食尚的名义被屠宰。 这个数字这么大。 如果你去养殖场,看着动物的眼睛,你有可能会有意识,这个行业是利用一亿只动物的声明来支撑的。 85%的动物是从全球各地的养殖场来的。 大部分在中国,也有欧洲,加拿大和美国。 养殖场的水雕,狐狸和好字都是为了生产皮草而存在的。 但是,皮操也可以来自其他动物,比如说兔子、松鼠、舍利和心上的羔羊、狼、 霸毛这些保护动物都逃不出这个残忍的产业。 我们的宠物也是如此。 在皮操养殖场里,动物的生命周期从春天开始,这是小宅出生的时候。 在几个星期的时候,和母亲分开。 最后,医生在小笼子里紧闭。 它们大约成长到几到八个月的时候,大部分就会在冬天的时候被宰杀。 在薄皮的过程中,标准做法包括肚器和电器。 五分之一的动物在薄皮的过程中是有意识的。 你看到的每一套皮就是一个生命。 猜猜一件大意需要多少生命来换成。 十个、五十个、一百个。 实际上一个也太多。 我们为了时尚去杀小动物。 我们谈论人工智能,把人送上太空。 但我们活着像在中世纪一样,穿着动物皮到处走。 是不是很奇怪? 其实,有很多美丽的可持续的选择,而且有很多新的商机。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? 我们人类不喜欢变化,我们会考虑我们需要放弃的一切。 我们担心他人会怎么想。 但是记上,变化是进化的自然组成土坟。 变化不以为要变成别人。 当我改变我的生活方式,我变成真实的自己。 我想抱着一只活生生的动物,不是让它挂在我的衣柜里。 人类的通理心作为特质。 这一为止,我们需要倾听,需要学习,需要观察,尤其是痛苦的时候。 我们知道我们对动物所做的是不对的,它们的皮肤不是材料。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自我教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 改变的时间是否已经到了。